111-83 步行者队在主场轻松拿下了灰熊队,球队取得了赛季开门红。 这场比赛,步行街队整体表现很不错,他们的进攻打得很好,而且灰熊队的进攻却像便秘一样,始终打不开。 最终,步行者队将胜利收入脑中,新赛季的这支步行者队很值得外界的期待,他们的首发阵容和替补阵容都是很不错的,而灰熊队可能依旧是联盟的云南球队,这支球队还有太多的问题了。 这场比赛,步行者队有7人得分上双,他们是球队取胜的主要功臣。 这些人的数据如下,伯格丹诺维奇全场9投7中,得到19分加7篮板,赛迪斯阳全场7投5中,得到10分加8篮板加3助攻,奥拉迪波全场11投6中,得到16分加5篮板加5助攻。 球队替主大将萨伯尼斯全场11投7中,得到14分加15篮板加2助攻,埃文斯全场12投6中,得到14分加4篮板加6助攻,约瑟夫全场7投5中,拿下11分加6篮板加3助攻加2盖茂,刀哥迈赫德莫特全场9投5中,得到12分。 步行者队取胜,奥拉迪波和萨伯尼斯的表现都很不错,不得不说,这两位雷霆家,交代步行者队成长起来了,尤其是奥拉迪波,他成长为了步行者队的绝对核心,也成为了联盟的全力球星,上三季带奥拉迪波入选的联盟的全明星阵容,联盟的最佳阵容,联盟的最佳阵容,联盟的最佳防守阵容。 而当初雷霆队和步行者队达成的这笔有关保罗乔治的交易,且看来步行者队是专大了,球队的这笔交易太划算了,不得不说,步行者队还得感谢雷霆队的助攻,当初雷霆队还以为自己是赢家,没想到现在他们是大输家了。